大家好,我是肖明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六 我今天早上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条消息 我觉得挺重要的,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条消息是这样的 就是川普总统在7月27号 在被问到就是对即将开启的中美贸易谈判的看法的时候 他说,只要我有2%的机会不能连任 那我认为中国就不会签贸易协议 然后他还说,我觉得中国可能说 让我们等一等吧,也许川普会输掉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和另外一个傻瓜或者是呆子打交道了 而当我赢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马上签协议 川普说这番话是在福克斯新闻发布了一个民调之后说的 这个民调显示呢,川普在大选中会败给民主党的参选人 前副总统拜登10个百分点 那川普对这个民调就进行了反击 他说,福克斯的民调一直对我都是很糟糕的 以前他们说我会大败给希拉里 就是邪恶的希拉里 那现在他们又说我要败给打瞌睡的拜登 他还说,福克斯新闻已经不是2016年那个时候的战事了 那实际上2016年就是大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 不管是保守的还是自由派的媒体 和几乎所有的主流的机构 他们的民调都是错误的 他们全都显示就是希拉里会大败川普 那另外呢,就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 在7月20号也接受了CNBC电视台的采访 他说,我不期待 他说,我不期待任何大协议 我跟我们的谈判代表谈过之后 我想他们的主要的想法是要重设谈判的舞台 并且希望回到5月份那个时候谈判的进度 然后他还说,我再次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非常强烈的期待中国落实善意 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和服务来调整贸易平衡 大家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团是计划下星期到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那这次去的是财政部长努母亲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上面这几个表态 我觉得是更真实的体现了美国政府和川普的实际的态度 别看川普在G20的时候一直说要继续谈判 一直对这个谈判结果抱有希望 然后对习近平的态度也很好 但他实际上是认为中共那边在大选之前 根本就不会和他签协议的 还有就是美国对中共再次实言 没有向美国大规模的购买农产品 这一点是非常愤怒的 这些都是都会是美国一笔一笔记下的账 那如果川普赢了2020的大选 如果那个时候就像川普所说的 中共急于达成贸易协定的话 那么美国那个时候将摆出的条件 就不是回到2019年5月的时候 中美几乎马上就要达成协议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谈判进度了 美国的态度就会强硬很多 要的东西也会更多 那其实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因为中共它多次毁约在先 大家知道去年年底在阿根廷的G20的峰会上的时候 习近平那个时候是表现出了特别大的诚意 就是他几乎是全盘答应了美国这边的所有的条件 让美国那边就是美国的团队都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特别吃惊 而且是习近平亲自 他不是说就是他只是定一个纲领 然后他手下的人来谈细节 而是他自己出来一条一条的跟你谈细节 所以整个就是把美国那边的人就是有点震住了 所以他们就是就认为中共是那个时候是真的有诚意达成这个贸易协定 所以他们就推迟了几个月 就是加关税就推迟了几个月 而这几个月呢 实际上是给了中国经济一个很大的喘息的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最困难的时期 那过了这几个月呢 到了就是2019年5月的时候 中美再次谈判的时候 就在90%都已经谈妥的情况下 美国中共在最后一刻反馈了 使得谈判立刻终止 那川普这个时候就就反过神而来了 他马上就对2000亿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关税加到了25% 那再后来就是川普和习近平在大阪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妥协 就是川普要 就是美国不对3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上加关税 那么中国呢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中共又没做到 所以美国就是中共表现出来的诚意 一次又一次的被证实是不可靠的 甚至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欺骗 那么中共以后如果再被情势所逼 再表现出这种所谓的诚意 要达成协议之类的 那美国可能就不容易 不太那么容易买账了 另外大选之后呢 这个川普如果连任 那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面 他没有竞选的压力 他就可以放开手 就是大干一场 他就可以 就是把他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那这个呢 其实川普以前就明确表达过这个意思 他的大意就是 如果中共想等到美国大选之后再来谈 那个时候我们就没这么客气了 我在G20峰会之前做出了几个预测 一个是我认为川普的团队 经过这一段时间和中国那边的谈判之后 意识到其实中美之间 是不太可能达成贸易协议的 但是呢美国还必须一直和中共谈下去 就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压力 选举的压力 等等等等 所以起码要谈到 就是2020美国大选 因此呢这次 就是我当时预测就是 G20不是有一个川习会吗 那个川习会谈崩的可能性不大 那双方都会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和谐 起码是要继续谈下去 另外一个是呢 我还预测就是对 中国350亿美元的关税 不会马上加 我为什么会认为 中美之间最终无法达成协议呢 一个是 这是我在采访中 就是从 就是靠近川普 政府的鹰派人物那 得到了一个印象 而这个印象呢 和我之前的推断也是一致的 就是 美国他要的这几项 结构性的改变 像停止盗窃知识产权 停止强迫技术转让 停止国家补贴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的诀窍 也是习近平要完成的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的条件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中共他要是真的要进行这几项结构性的改革 实际上就是要改变 他运作经济的模式 要改变中共管理国家的模式 就是要剥夺 他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所以 我觉得中共他是不会接受的 而如果谈判推迟到这个美国大选之后 如果那个时候川普还是总统的话 那么可以想见 美国是更不会在这几项内容上让步的 美国是一定会坚持的 而且会要的更多 那中共能接受吗 本质上我觉得他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除非这个政权发生 中共政权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发生非常大的变动 我认为中美之间达成这种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的 那中美战 就是中美贸易战进行到今天 虽然美国商界的一些大公司 包括华尔街 给川普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但是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在里面 他们是希望中美之间达成贸易协定的 但是 其实这个中美贸易战 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是很小的 很有限的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达到了2.1% 超过了预期 那工人工资在6月份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 库德勒说 美联储在2018年升息以后 美国经济还能以这样的速度来增长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呢 中美贸易战如果持续下去 美国还可以耗很长的时间 而中国呢 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和传播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和传播我的频道 请订阅和传播我的频道